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梁荆荣 欢迎和我一起玩蒸馏 天越来越热了 蚊子也越来越疯狂了 我是那种特别爱招蚊子的 准备用这个挨草 蒸个挨草纯露 然后熏熏蚊子 来 开灶 把这个 纯露蒸馏器的这个 盖子先拿来 看看这里面是有壁子的 我们先把水加进去 加进去这个水不要没过壁子 水正好在壁子之下 这样蒸出来的它都是水蒸汽 然后下面我们把这个挨草加进去 挨草我们也不剪了 这个挨草因为它是枝条状的 所以说它不会出现 像花瓣一样可能会堵塞这个 蒸汽导管的作用 所以说我们就不放袋子里面 直接放锅里面 感觉像堵在炼丹的 这挨草到处都有了 荒山野岭到处都有了 所以兄弟们有条件的 可以蒸一蒸 这比花瓣水好多了 很香啊 这个倒吸管的密封一定要密封垫一定要装好 这样的话可以保证整个蒸馏过程的密封性 另外大家看看这是一个啥 玻璃视镜是吧 它的好处是啥 就是让你时刻观察着下面有没有 噴上了一些花瓣或者是东西 如果有的话就要就要及时听机器 是吧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看到这个 精油的或者是纯路的一个回油的一个情况 包括颜色都可以在看 这个排气孔就可以关死它 好 打开电源开关 功率现在已经调到100了 等它这个开始出路 我们找个东西 这是一个精油的分离器知道吗 就是来了以后 这个油和路都进来 进来以后飘在上面的 这个地方它是一层油 然后从底下这个地方 我们排空的时候是这样 从这个地方上来 上来从这滴打出来都是路 都是路 最后停止结束以后我们再把油排出来 来我们等待 收集一下 大家看看 出路了 这个蓝色的就是油啊 哇 这个 因为油的浓度很高 下来的时候 大家看还有一些这种 像结块一样的东西 但是一到这个路里面 它就溶解了 这个蓝色的是它的这个 艾草的精油 蓝色的是精油 下面这个是出路 大家看看这个精油分离器是这样子 因为油它比较轻 所以油它即使进去以后 它还会飘在上面 然后 路都从底部 从底部下来 下来以后呢 然后再经过这个 这个我们收集的是路 这个瓶子收集的是路 然后下面有个小杯子 小烧杯 等最后我们把这个路 都排空以后呢 上面这个油 收集到这个这个杯子里面去 现在油全部 全部都聚集在这个精油分离器的上部了 是不是很多 哈哈 真的很多 好我们收集收集 蒸了一个多小时 你看看出了多少路哈 这是一个三升的瓶 出了这么多这个路 有接近两升多的路 所以路上面漂了好多油 然后这个上面是纯的艾草精油 我们下面把这个底部的这个这个路呢 给它往下排一排排完以后呢 看看我怎么来收集这个精油的 下面因为马上就要开始出油了 所以我把这个路排的速度要慢一点 一旦看到第一滴蓝色的出下来 我就得换这个 用这个来接这个精油 哎呀油出来了 手还是慢了一下 所以最后出路出油的时候一定要慢一点 一定要慢一点 这个就是我们获得的这个精油了 哇 太珍贵了 让它碰一碰 碰一碰 我们装到个小瓶里 有点热了哈 大家看看 这是蒸 蒸完以后的艾草的样子 嘿嘿 哇还挺香的 还挺香的 好了 想在家玩玩精油纯露的兄弟们 可以自己动手搞一搞了 嗯这个呃 艾草的纯露精油的一些功效 大家可以在网上自己查一查 科普一下啊 好了本期视频到已经结束了 下期见 拜拜